贝爷为了填饱肚子连毛蛋都敢吃 直接一口咬下去 呃痛苦面具立刻就有了 大家觉得有啥是贝爷不敢吃的呢 这里是格鲁亚济山脉 前不久才刚经历完大雪 贝爷驾驶着心爱的小摩托 到雪上畅游 这可比跳伞舒服多了 天色看起来并不好 抓紧时间往山下跑 就快要到山脊的时候 摩托突然陷在雪里 这可把贝爷气坏了 怎么用力都没办法弄出来 接下来只能走路下去了 雪地上行走要耗费不少体力 得在天气恶化前离开这里 到处都是雪崩后的痕迹 贝爷跑得再快也没有云层快 周围白茫茫一片 很难判断出正确的方向 贝爷只能凭借感觉行走 要时刻留意脚下的情况 前方落差有点大 挖个深点的雪沟 然后将绳索埋在里面当绳栓 很快贝爷就通过绳子 快速来到下方 在高山上运动 贝爷也扛不住要停下来休想 为了能够补充到水分 贝爷割下一小段绳子当火融 即使在雪山上也能顺利点燃 这水喝起来比农夫深泉还要甜 补充完水分后 继续干路离开这里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土地 下方的植被变得更加丰富 画树的树皮是非常笨的阴染物 手机多一点 到时候可以用来生活啊 接着走来到了全新的地形 这边有点逗峭 绕路是不可能绕路的了 贝爷迎着头皮往下方走 幸好没有什么突出的岩石 一会儿的功夫就顺利来到了下方 尽量靠在峭壁上行走 切放不远处有条河流 一直溜到山谷里面 这是个好消息 贝爷加快速度前行 峭壁比想象中要高 只能利用绳子慢慢攀爬上去 别想象中还要顺利 这边还有一个鸟巢 原本以为有蛋吃 没想到是个坏蛋啊 飞了不少时间 贝爷成功来到谷底 不知道接下来 还会碰到什么麻烦呢 贝爷被困在丛林里 硬看天色健康 得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啊 沿途呢 有不少动物兽里的痕迹 要是能够抓到点吃的就好了 立刻开启跑酷模式 加快步伐离开 下方就是一条湍起的河流 贝爷只能抓紧树木 防止自己摔下去 附近的石头变得越来越滑 他可不想被河水冲下去啊 只能绕到另一边去寻找出路 这边有个皮带轮和篮子 当地人经常会用这个运输东西 贝爷要利用这个绳索飞越到对面 希望这绳索能够支撑得住 弄了个减速带 接下来就看贝爷表演了 晒不过三秒啊 贝爷的绳索卡到一半动不了了 剩下的路只能靠自己爬过去了 费了不少功夫顺利来到对岸 在陡峭的森林里过夜 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 兜兜转转才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地方 幸好附近就不少木材 只需要有序地搭建起来 然后将树枝放到上面 树叶会慢慢往上面堆起来 至少不用担心 半夜会被雨淋湿了 现在就差一团火就搞定了 在火苗还小的时候 要慢慢添加柴火维持 忙碌了这么久 总算是能坐下来休息了 为了避免半夜遭到不良袭击 贝爷打算制造一个简单的火把 到时可以驱赶走他们 到了半夜果然听到什么声音 贝爷赶紧将火把点燃起来 试图制造些动静 确定这附近来了是什么 远方传来了狼的叫声 这一下贝爷彻底睡不着了 天一亮 贝爷就寻找能够再次生活的东西 树上有一大坨恐军 沾燃烧火焰就能燃烧 贝爷回到营地 快速地将它点燃起来 然后用仙苔藓包裹起来 抓紧时间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湿地有着非常多的资源 贝爷看看有什么能够利用呢 金银花非常易燃 在潮湿的地方也是非常有用 突然有只鸟飞了出来 这可把贝爷惨酷了 只可惜手上没有工具抓鸟 幸运的是找到了一屋鸟蛋 也不知道这蛋吃起来味道如何呢 贝爷正准备收火煮点东西吃 幸好有鞋带的火肘 一会儿的功夫就将火点燃起来了 将鸟蛋放到水中煮熟 贝爷没想到的 这还是颗毛蛋啊 瞬间感觉不香了 为了能够添饱肚子 只能一口闷了 瞧瞧贝爷这一脸高兴的样子 就知道有多好吃了吧 肉呢并不是很多 不过也够节节馋了 吃饱喝足后继续深入沼泽地 像这样的虫洁平原 有着不少矿石和沉淀物 从高地洗沙下来 在海岸边就逐渐形成了 广阔的平原 地下的水越来越深 行走起来非常的累 贝爷一不小心 就会被陷到地下的淤泥里面 费了不少功夫才把脚扯了出来 但是靴子掉了 还得往下面了 整理了一番之后 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穿越沼泽地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距离陆地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贝爷看着手中的芦苇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要收紧一捆卤尾绑起来 就能做成竹筏 离开这里 收紧起来也是非常轻松 一会儿的功夫 贝爷就收集到了一大块 将它们捆绑起来 至少需要有两三个这样的东西 才能够承受住贝爷 在掌握绝窍之后 贝爷只换了一个小时 就成功将竹筏弄好 最后再调整一番就搞定了 随手建了一根长树 只当做船桨 贝爷对这船可是非常有信心 立刻拖到水里尝试 并没有下沉 这下可以快速穿越沼泽地了 也不知道在这待了多久 终于能够离开沼泽地了 嗨 就在前面不远处 立刻冲了过去 贝爷看到海上有艘轮船 得想办法制造点东西 让他们注意到这里 岸边有非常多的材料 正好可以弄个信号火队 但是那船实在是太远了 不太实际 贝爷试图用手上的工具 将法子拖了过来 只需要一个锚点 将背包装满沙子 再扯下一些绳子 重新组装下来 多缠绕上几圈 就能省下不少力 现在贝爷大力出奇迹 将法子拉了过来 重复了好几次 这才顺利地拖到海上 不过轮船已经开始行驶任处 贝爷赶紧沿着海岸线那边行驶 只能知道 还有其他的船会路过这里 也不知道在海上漂流了多久 终于看到有个港口 贝爷这下总算能回家了 不知道下次会到哪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